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肉葡萄干面包卷的做法 首先我们在大碗中准备150克的牛奶 然后再往里面打入一颗60克的鸡蛋 接着我们先加入30克的白糖 最后我们再加入3克酵母粉 然后用打蛋器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一直把酵母粉搅拌至完全融化的状态 搅拌均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260克的高筋面粉 接着我们用铲子把它们一直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面团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醒发至两倍大 像这样体积明显变大 我们的面团就已经醒发好了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给它折叠几下排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先把它搓成长条 再用刀把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得细腻光滑一些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按扁成小扁的形状 接着我们先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3毫米的牛舌状饼皮 擀好后我们在表面再摆放一些葡萄干 接着我们再像这样先把它从一头慢慢的卷起来 像这样我们的生配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油固油纸的烤盘上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40分钟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蛋黄液 最后我们在表面再撒上一些白芝麻增香 接着我们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1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葡萄干牛奶面包卷 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牛奶和芝麻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